今天我来到了成都的一家火锅店 然后是本来说过要录那个Q&A那了 就准备今天在这里录了 其实应该有过吧 有过后悔过 但仔细想想 我觉得这都是缓缓紧扣的 因为就是如果说我不来这里 我没有平台 我没有公司 我没有就是资本下本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还会被你们发现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被你们知道 你们就是很多人总是跟我说 就是其实你可以适合去更好的地方 更远的地方 但仔细想想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 我已经被你们看到的基础上 我也无法想象 其实如果别的方式的话 还会不会被你们发现 还会不会被你们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可能是命中注定的 也可能是个结也不是 就是我会觉得我应该可以 即使在这里也能去到那边的地方 第二段 首先我不想去评价别人 其次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子 我一直去想要怎么样 或者一直去努力 也不是因为获得一个很好的名字 会感觉让人听起来很好听 而且我一直觉得自己也有自己的路要走 我只会因为要走不一样的路 要走新的路 而觉得紧张刺激 我不会焦虑 因为未来是怎样的 今天说不清楚 我只会磁带 这个镜头要看 这个镜头要看 我只想吃芒乐 其实会吧 其实我有时间会有点困扰 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啊 你的音乐实验室怎么直发一期 你的预言时间怎么不跟上 其实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的音乐实验室就是我的cover 我的预言时间就是我的生活碎片 只是我之后在发布他们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懒得再去把他们这个tag 不要写出来了 好像有时间 这样子的话会引起大家一些误会 就会觉得 啊你这些东西为什么只有一期 其实他们只是一个代指 他们一直在继续 且我不会让他只有一期而已 而且我觉得就一千个人信念 有一千个哈姆雷克 每个人爱的都不一样 有时候我可能做这个 大家会觉得 好像那个要好一点 有时候做那个 大家好像这个要好一点 我不可能只去迁就一方 所以说我尽可能的会去尝试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会让大家觉得吧 就是至少有一处是你喜欢 只要有一处是新鲜的 我觉得可能这样就够了吧 可能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我会不会是因为说话说得太多了 如果我说话说得太多 大家是不是就不乐意听 不乐意听了 因为说话说得很多嘛 也不用每一句都去听 有时候会觉得 会不会就是营业太多了 大家也会觉得 好像今天这个营业不看一半 反正下次也会有别的 其实我觉得 我有时候其实也会希望大家 就是会有那种更多的反馈 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需要反馈的 所以说如果别人给我的感情很热烈 我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会觉得很快的 如果是需要合作的话 其实一直以来 我筛选合作对象都是有很多方面的 就如果说是助演 助演吧 就是帮我跳一些舞 他们可能没有分词 那我就会选择就是 首先这个活就是一个体力活 大家没有分词 也可能没有什么尽头 就就是别人愿意来 就来不问 他们能来有点感情 我会挑选一些就是 那段时间稍微空闲起 就是愿意承受这种 承担这种风险的人 如果说是多人合作的话 那我其实一直会觉得 就是最近来讲的话 其实是谁先找我就跟谁 因为我觉得不一样的人 他是不一样的火花嘛 我觉得开盲盒的感觉也挺好 但是有时候就是 有一点其实我还蛮不喜欢的 就是会有人来跟我说 我想看你跟这个人合作 这个人合作 我就会觉得 首先如果你是喜欢我的 那其实我跟谁合作 我想必你也注意力在我身上 就是退一步来讲 你是更喜欢他的 那就那就更简单了 你为什么要来我这说 我觉得这样也挺不尊重人的 所以我会觉得 大家说 想看你跟谁说谁 一起跳舞 就是在我面前来讲 我会觉得 其实有时候会蛮影响 我的判断 我觉得 大家提的人 其实我也都清楚 我其实也是很希望 跟不一样的人合作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是有想法的碰到的话 可能还是会合作的 能说一道吗 能说一道吗 其实我真的没有 如果要说当时的我是不是 会没想过的话 我还真没想过 因为当时其实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 就是 我感谢自己就到这了 就是因为觉得 自己就是好像 没有无力再去解释 和澄清自己身上很多 负面的东西 哇小猫咪 对 就是无力再去解释 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我也觉得可能大家都认定 我是这样子 我得做的明信 我做的明信 我给不出准耐 你是这样的人 那时候我推入FG 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们把每一次都当作最后一次 就觉得 那时候还喜欢我的人 天哪 太感慨了 所以说完全没有想到 我还能坚持到现在的 但是就现在 大大阿谷现在这样子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对我太不愿意见面 其实比起更开心 更多的心情能会大 然后从那个时候 好像最近吧 最近也慢慢意识到了 又变得很强大了 才会获得别人的 嗯 认可和尊重 所以说突然好像 好像觉得 可能这个时代 不会属于谁谁谁 但一定会是属于很厉害很强者 就是这也是一种遐想的 美好的遐想 就是如果如果如果 就是愿望成真 那肯定 也没有什么好说法 因为已经说过了 还是想要把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舞台带到世界各地 因为其实我一直知道很多粉丝 没有时间来见我 还是挺想讨一下所谓的巡演吧 而且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很开心的 然后也不想让 就是每次大家都是处于 一致千金来见我 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巡演 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而不是大家拼了命 只进一个场地里来见我 对 然后跟粉丝沟通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不算问题 对 因为首先我觉得有心的人 他就能做到 能做好了 而且就是 有 只要我愿意 我特别享受给大家的口感 我就一定能找到更好的方式 只要跟大家维系这个关系 找到更好的平台去维系 找到更好的方法 是吧 不会断掉这些维系的手机 我不会 因为首先我 挺喜欢爱豆这个身份 演员有演员好 歌手有歌手好 但对于我来讲 我很纯净在自己这个身份里 其实好像我觉得现在挺多人 都觉得爱豆在这个练 十五年底段 很多人好像也说 有点偶像是靠粉丝吃饭 对此我的评价就是 看演员演的剧的人是观众 听 听 听歌的人 是听 听主 听者 看我们的人 是粉丝 其实 歌跟姐姐不也是人类吗 对 就是 剧有他的观众 然后 歌有他的听众 那我有我的粉丝 其实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并且我觉得 只要我一直保持给大家 带来正向的能量 那我做这个职业就是 因为 我不想 去变成一个演员 也不想变成一个 原创的音乐人 因为我觉得 唱和跳都是 在我生命中 我的职业生涯中 无法割舍 就两个都必须要存在 所以说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现在也很需要 我们这种呢 年轻力的 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且还爱创作 还爱表达的人 所以说 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怎么看待 我觉得 嗯 我现在现状 就是 说我 说我 说我银河粉丝 是我的粉丝 然后我又说我 你那么叛逆 你想做什么做什么 你没有小心 弄慢走 所以说 这也没什么好说 就是说 其实我只是在做 想做的事情 会不会你觉得我在银河粉丝 但其实我只是在做我想做的事情 如果您要说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在银河粉丝 那没办法 就证明我太适合 使这口饭了 首先怎么看待 我能怎么看待呢 别人都已经去看别人了 那我还看待 我是不是有点谢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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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往往 人有人来有人 有人来有人走 我还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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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必要走 他就会走 他就会走 我就觉得 你只要眼光 放在你身上 你以后 他不把眼光 放在 你让你聚热眼神 看着我走 我觉得 这没有你好开心 这些都是 人家的 你所在 所以说 我只想说 我还想说 有人来有人 看我 所以 如果你走 我会走 但如果你来看 我一定会来接你 那些人 想念的 年少时的小院 We got started 在花瓣房却 买冰困的小店 树荫满地日当 那些人 我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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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